易达,我今天吃的冰激凌怎么肚子又开始不舒服了 不舒服? 我给你买的那冰激凌,好贵的,二十块钱一个 我都怀疑老板是不是坑我了 等会儿我上个洗手间一下啊 去吧 不舒服? 我那冰激凌可二十多啊 最好的冰激凌了 易达,我好像又来大姨妈了 安琪,你是不是在逗我? 我这一个月都来五次了呀 安琪,五次啊 你一个月来五次大姨妈,奇怪很奇怪啊 反正我这也不想去医院看 感觉有点辣面子 辣什么面子啊 不行,一个月来五次大姨妈 哎,我不想去 医生 我老婆一个月来五次大姨妈 你看这怎么回事啊 五次大姨妈,这也太不正常了吧 这样吧,你们先去做个尿检 等尿检结果出来就知道了 好 不,我不去做尿检 你这不做尿检怎么能知道结果呢 哎,反正我就这么想去 医生都说了,你不听医生的话 你看吧 医生的话你都不听 走,做尿检去 医生,这怎么样 尿检结果出来了没有 再等一会儿吧 再等一会儿 这都等这么久了 啊,你妻子情况比较复杂 多复杂 感觉,不止一个尿检就能结束的 我现在很怀疑你们医院的能力 我们这可是市里面最大的医院了 首先你得想想 你妻子一个月来五次大姨妈 一个尿检要检查很多东西的 咱们再等一会儿吧,别着急 行,那我就再等一会儿 如果十分钟后还没有答案 我记住你的公号了 立马去逃售局,逃售你 你再等一会儿,我去看看结果怎么样 医达 怎么样啊 医生,检查出来没有 这个结果是什么呀 我建议啊,你还是报警吧 报警 你妻子检查出来得了妇科病 不会吧 怎么会得妇科病呢 而且是感染类型的妇科病 感染 你说我这什么也没错呀 这个 你之前有吃过什么东西啊 想一想 好像是有,我之前前段时间吃坏肚子了 然后就去我们小区旁边那个小医院 看了,看了一下,看了点右 会不会是因为那个 就楼下那个南边的小医院 对啊 我知道 那可是这三无医院啊 老王的媳妇 在那里检查之后 得了艾滋病 所以啊 你肯定是在那检查的时候感染的 我这才建议你们报警 这 原来是这样 那现在怎么办,医生 你们啊 先报警 把这家小医院 先给查了 这病啊 幸好是刚感染的 这病啊 还可以治疗 好,那就好,那就好 我就说嘛 这一个月来我们自大医吧 对 那你在那里 买药的 定义单呀 什么的 还有没有 你放心 都在家里放了 难道什么地方去 到处啊 你就把那个 这个药方 拿过来给我看一下 我要看看那个医生 到底给你开的什么药 这样 我才好明天补药 知道了 以后再也不敢 在这种小医院检查了 这可真害的呀 我觉得 我们还是 报警 报警之后 把我们那里的房子 给你卖了 再买一种新的房子 那小区里 有不少人 都被他们坑害了 我们如果一直在 那个小区住的话 万一 我也在上面 这可什么呢 这房子啊 一定得卖 行了 卖房子的时候呀 你们回去自己商量吧 现在的紧销罐头呀 你先去报警 随后啊 再来我们做一次检查啊 啊 好了知道 慢慢走吧 谢谢先生啊 没事 我这件事 没事情 不是 没事 是